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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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互聯網的發展是厲害到我們有時候都想像不到的 網上可以去拜年 甚至可以去拜神 我們網上可以有很多很多人際關係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反問自己究竟我們網上的朋友比較熟 還是可能一年先見一次的親戚朋友誰會比較熟 其實我們看到網上的發展 今天都是影響到我們香港尤其是年輕一代怎樣去看朋友 家人和一些人論的關係 我們才看到既然我們一年都可以上網 一年都可以找Facebook 一年都可以MSN 一年都可以做很多互聯網上的事情 但是我們年過一次而已 每年一次 其實我們真的要珍惜一下這些機會 我們有一些真是人和人中間虛寒問亂的機會 因為親戚朋友 我想我們不是經常都見到的 有時候一些親戚朋友真是拜年的時候才可以見到 其實下個星期 當我們慶祝農曆新年的時間 其實都應該給一部電腦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經常上網 不要只顧著在拜年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 青少年 全部都堆在一起 親戚朋友就顧著去拜年 然後我們就顧著在PSP、NDS 總之我們就好像大人有大人 小朋友有小朋友 其實這樣就好像不太好 原來我們拜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一些人論的關係 就是我們親戚朋友一年可以這樣相聚 我們去珍惜 一起去問候 開心 我們一起可以去慶祝一下 其實除了我們重建我們很應該有的 那種家庭 人倫的關係 其實拜年我們都發覺很多事情 都可以做好一些 我們看見這段新聞 都有講很多拜年的秘笈 例如是怎樣呢 原來就算你送禮物 可以不用花紙 你可以用心意貼代替了花紙 這樣就可以代替包裝 令到我們送禮更加環保 就不需要花太多的金錢去包裝 禮物都可以花很多的心思 我相信很多醫生 護理界別的人士都可以提醒 其實很多新年食品 吃一些都是好 但是吃得太多 相信健康的情況 我們都要注意 其實除了我們送一些 傳統的何年的食物 如果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送生果 或者送一些比較健康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有用的物件 我們拿來做這些何年的禮物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考慮 另外我們只是看見 在新年的時候 我們除了去拜年 其實除了一些何年的活動 如果有幾天是假期 其實都可以約了家人 一起去行山 去行一些戶外的活動 去享受一下大自然 其實新年真的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 無論我們去建立我們人和人 家庭和家庭中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在送禮物那裡 落一些的心思 在食物方面 我們可以做得更健康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 都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我們都是一起去慶祝新年 我都代表明光社的各位同工 恭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